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曲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发现你的独特价值 有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胖胖的男孩 常常因为同学的取笑 而感到生气 并跟那些嘲笑他的同学打架 因此被带去了辅导室 辅导室的老师 找来了那一群取笑他的孩子们 并邀请他们一起进行了一个挑战 辅导老师对男孩说 如果他们骂你五分钟 你都不生气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得五百元 如果你生气 五百块就会给骂你的那一群人 听到这个挑战 孩子们都很兴奋 用了最难听的话骂了男孩 只见男孩坐在位置上轻松地说 骂吧 继续骂 男孩为了要获得五百元 便不再因为那群孩子的话而生气 之后辅导老师又提升了 这个挑战的难度 变成如果他被骂 二十分钟都不生气的话 就可以获得一千块钱 然而没想到骂人的那群孩子 才过了十分钟就累了 一千块钱当然也就归给了男孩 从那次之后 男孩也开始明白 其实别人的话语 并不能够定义自己 而自己也可以选择 不要停留在那些生气 沮丧悲伤的感觉里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而感到受伤 故事中的辅导老师 借由一个小小的挑战 便让男孩明白 自己的价值 不是由任何人来定义 其实每一个人都期待 自己是最光彩 最耀眼的 但有时候难免会因着别人的比较 或是他人的一句话 而开始感到自卑和怀疑 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祀 也就是说 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给了你我皇室的身份 这个身份并不会因为任何人 贬损而受到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王子 尊贵的公主 就好像一张一百元的美金 就算有人说他只是一张废子 依旧不会影响到 这一张一百美元的价值 很多时候负面的环境 别人的话语会伤害你 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但是别忘记了 上帝早已赋予了你皇室的身份 使你能够知道自己是尊贵的 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取你的身份 亲爱的朋友 邀请你花一段时间 问问自己的内心 你喜欢自己吗 你对自己的感觉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觉得自己值不值得被爱呢 不论你刚刚的答案是什么 今天上帝的爱要来充满你 上帝要来对你说你是尊贵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当你开始用上帝的眼光来欣赏自己 认识自己并肯定自己的价值时 上帝必要带领你走进上帝对你生命的计划 使你能更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并活出专属于你的精彩人生 上帝造万物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